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 带我回家 冷淡婶和悲催叔两口子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作为著名建筑师的悲催叔 前不久没了良心的 用很低的价钱买下了一幢大别墅 这一天刚好是他们儿子铁锤的生日 家里来了很多的户本公友 朋友们都说悲催叔买这道别墅 肯定耍阴谋规计 不然的话绝不会这么便宜 悲催叔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我可没有吓回来 这个时候冷淡婶端着蛋糕出来 从这位大婶的表情上来看 不是被鬼附了身就是精神错乱 悲催叔和冷淡婶的儿子铁锤 吹灭蜡烛之后这事就翻篇了 转眼十年过去了 铁锤也长成了大小伙子了 不过十年前由于一场车祸 导致铁锤失去了记忆 所有的事全都随风而去了 当年出事的时候 铁锤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 而且更神奇的是 也没有任何亲属寻找过他的迹象 所以这哥们在医院里一待就是十年 为了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铁锤每天都会在报纸上和网上寻找蛛丝马迹 但始终是一无所获的 说这天晚上 一位不怀好意的女鬼使用超能力 为铁锤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条十年前的旧新闻 上面看载了铁锤的老爸悲催叔 因为破产自杀的消息 作为独生儿子的铁锤当时就在现场 铁锤一看这不就是自己吗 经过深思熟虑 铁锤决定离开住了十年的医院 回家寻找自己的亲人 铁锤坐着出租车来到别墅门口 遇到了管家李大姐 李大姐看到铁锤之后下了一跳 上去就把大帅哥抱在了怀里 铁锤说大姐你认识我 李大姐说我的小少爷 你化成灰我都认识 先别说那么多了 赶快跟着我回家 你那双胞胎的姐姐要知道你回来 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铁锤一听有点蒙圈了 怎么又冒出一姐姐来 要说铁锤家是真够大的 从大门口到别墅还在开着电瓶车 看着样子比公园的小不了多少 铁锤的姐姐春花见到弟弟之后 可气更坏了 嘘寒问暖问这问哪 铁锤说我被车里撞了 现在脑子是一片空白 啥想不起来 医院那边也没有我的资料 甚至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春花说这位眼镜哥是你姐夫 没事多跟他聊聊 他知道真相 姐弟俩当着眼镜哥的面 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 把眼镜哥吓得手都夺走 当铁锤想打定家里的情况的时候 春花闪烁其词 就是不正面回答问题 姐夫眼镜哥说我从来不知道春花还有个弟弟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为了搞清楚状况 铁锤找李大姐请教 李大姐说你和春花确实是双胞胎的姐弟 你老爸的自杀是因为你们家破产了 铁锤说那我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李大姐说是你自己逃出去的 后来眼镜哥买下了这张别墅 同时又娶了你姐姐 铁锤在洗澡的时候 胸口前的那道伤疤突然开始咕咕的冒血 这道伤疤可没那么简单 那是铁锤小时候跟女鬼签的契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女鬼应该快要出现 晚餐前铁锤跟姐夫眼镜哥先聊 原来这个眼镜哥以前在国外结果会 而且还有两个孩子 离婚后带着俩孩子会到了泰晤 同时看上了这张别墅和春花 于是连买别墅带取春花一块给办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铁锤发现眼镜哥和俩孩子都很怕春花 春花在这个家里就像个女皇啊 甭管大石小强全都在听她 晚上铁锤正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狼哭鬼嚎的声音音传来 管家李大姐说大半夜的甭下雪嘛 赶快尿尿去睡觉 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千万别起来 因为那个点正是鬼魂出没的时间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眼镜哥的儿子小正泰开始梦游了 铁锤把小正泰背回房间 坐在床边很快就睡着了 睡到后半夜 铁锤醒来一看呢 发现小正泰正一个人跟他瞎比划呢 而眼镜哥的闺女小萝莉 则躲在床下瑟瑟发动 小萝莉说 我弟弟正在跟鬼做游戏呢 可怕我吓屁 铁锤说什么鬼呀事了 全是封建迷信 小萝莉说 吃瓜的舅舅你还蒙在鼓里呢 其实咱家满屋子都是鬼 就在这个时候 铁锤突然看到管家李大姐 和他姐夫眼镜哥 正往春花的酒里下蒙汗药 接下来这屋子里就全乱了套 首先是眼镜哥强烈要求带着孩子离开 然后眼镜哥就疯了时 拿着把枪倒出来时了 管家李大姐一看大事不好 就打算开着电瓶车仨子跑 被眼镜哥啪啪两箱给击毙 紧接着铁锤又看到了一系列诡异的现象 眼前这些画面如梦似幻的 不仅把吃瓜的铁锤搞得晕头转向 也把这哥们彻底吓尿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虽然铁锤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隐隐地意识到 如果再不跑可能就跑不了 不过当他刚跑出大门 就遭遇到了臭兵卓术的贵大墙 他一遍一遍地跑到门口 又一遍一遍地被电瓶车拉回别墅 这么反复折腾了几次之后 把铁锤彻底雷劈 他意识到这么硬来很难跑得出去 于是便返回别墅寻找机会 为了让这个倒霉孩子搞清楚 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女鬼很贴心地开始为铁锤 闪回过去的事情 原来铁锤从医院回到家的那一刻 女鬼就开始为了吃的幻想 他所看到的窗面几近的大别墅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景象全是假 真实情况是 铁锤的家早就是荒芜一片 而且所有的人也都领了盒饭 那么这个女鬼到底是谁的 为啥要霍霍铁锤一家呢 这件事还得从铁锤的老爸悲催叔说起 本来这幢别墅属于暴脾气的炮灰婶一家 炮灰婶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偏执 一心想打造一个永恒的家 和自己的老公孩子永远地长相自首 但事与愿违 他身边的亲人相继地离他而去 为了挽留住这个家 精神已经不正常的炮灰婶利用高科技手段 强行将那些已经死去的亲人 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后来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开始重伤打 企图占有他的别墅 最后铁锤的老爸悲催叔趁火大街 以超低的价格买下了别墅 炮灰婶上吊自杀之后就变成了女鬼 然后给铁锤的全家下了诅咒 整状别墅全部被女鬼的怨气所笼罩 首先中招的是铁锤的老妈冷战婶 冷战婶死了之后 女鬼的确消停了一阵 由于铁锤的姐姐春花面部有残疾 长相非常的丑陋 一直都很自卑 为了让姐姐变漂亮 当年还是小屁孩的铁锤向女鬼取愿 如果女鬼能让姐姐变漂亮 她愿意做任何事 女鬼一听马上就答应了 要求铁锤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家 铁锤当时也答应了 为了防止铁锤反悔 女鬼还在铁锤的胸口前滑了一口子 自要使铁锤感动歪念她 这个伤口就会不定时的往外流行 姐姐春花变漂亮之后不久 便遇见了带着俩孩子的离婚男人眼睛中 两人结婚之后生活还是比较幸福 嫉妒心极强的女鬼一看可不干 于是就开始捣乱了 强行附在了冲花的身上 当铁锤的老爸发现冲花不对劲之后 便把医生请到了家 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查出来 这个时候铁锤的老爸意识到自己的加倍诅咒 他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直接就开枪自杀 铁锤的老爸死了之后 眼镜哥又请来高僧为冲花去鬼 可这位大和尚由于学艺不经道行太简 最后反倒被女鬼一烧死 眼镜哥一看这情况 就打算带着俩孩子逃离这个家 女鬼一看那能干吗 说好了一家人七七整整 一个都不能少 现在想跑那还能跑得了 女鬼先是给眼镜哥制造了一个幻象 让眼镜哥开枪把管家李大姐给打死 然后又趁机堵死了眼镜哥的俩孩子 这下眼镜哥彻底崩溃了 最后跟铁锤的老爸一样开枪自杀 随后女鬼带着冲花的肉身也上了调 铁锤受不了这个刺激 于是便打算逃离这个家 可这哥们刚跑到大马路上就被汽车给撞 这就是十年前铁锤家所发生的事 得知真相的铁锤彻底蒙圈了 这哥们刚跑出家门口 一不留神又被汽车给撞 这就是跟魔鬼签契约的隐患 当初铁锤答应女鬼永远不离开这家 现如今想跑那样的情况 这次铁锤可没那么好运了 直接就个儿屁变成了鬼 然后回到家见到了女鬼 女鬼一看铁锤这么的执着也特别的感动 于是就把姐姐春花还给了铁锤 从此姐弟二鬼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下经吧 二手房里有猫腻 所以不能吐便宜 万一摊上一凶宅 你说晦气不晦气